我有二十年沒畫過這張畫,我想你就是 好了,Dr.Ju,二十年沒畫過這張畫,是吧? 今次我們要錄播,因為過往一向都是直播的,在Facebook Live直播 但是天意,我們做不到這個Live,我只會留下它 可能可以多幾個途徑播,不可以是 今集我們會說是關於頭髮的,上一集你聽得清楚是不是? 很清楚,很清楚 上一集已經提過,我們今集會說頭髮稀薄和白頭髮怎樣可以變黑 不多不少都已經有白頭髮了,我都算OK,它會躲在鬼鼠的地方 不是很角眼的那樣,但是我上次和你聊一聊,你不是告訴我 其實有方法的,都可以的,但就不會很快 當然要說,有方法的,為什麼可以把白頭髮慢慢慢慢 當然我們用健康的方法,不是講現法,變黑呢? 其實,我看到你剛才告訴我,很多年沒有畫過這張畫 就是這類的圖 很多年沒有畫過這張畫,可以嗎? 不要那麼深,每次都說得太深 好啊,好啊 你說吧,你解釋一下 整個鼻方就是這裏 雖然我用紅筆在這裏,但其實紅筆是代表血管 血管在脂肪的層面上 這是頭皮嗎? 這是頭皮,在上面,看過來 一條頭髮,另一條頭髮,現在放大了,只看一條頭髮這麼簡單 這裏有些綠色點,就是細胞生存代者的過程 這裏叫做Germany layer 裡面有兩顆細胞,是特別的,這個是整色素的,是令頭髮黑的 它有什麼事呢?就是搞不定了 那為什麼這些頭髮會無端端變白? 就是因為年紀,或者有些人很年輕已經變白頭髮 因為他們說是圍寸 那為什麼年紀還會有白頭髮? 圍寸著什麼呢? 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 我拿了一本比較厚的書來講 這本這麼厚的,這本講CAM 這本有這麼多頁 如果當這是以前的電話簿 如果我要找Smith S-M-I-T-H 我要怎樣做呢? 我逐頁鉗 我逐頁鉗呢? 剛才這裏是A,A可能有很多頁 我一頁一頁鉗一定鉗到的 遲早就去到Smith 好過我每十頁就跳 或者每二十頁就跳一下 可能我會去不到Smith 過了也不行 那我為什麼要用本書 或者以前的電話簿的角度來講呢? 就是因為細胞和細胞的 全一些成分和溝通 其實是逐頁鉗的 大多數細胞都是這樣溝通的 逐頁鉗真的很慢 為什麼會這麼慢呢? 因為它是逐頁鉗的 它是逐頁鉗的 它是逐頁鉗的 這樣就這樣 就是要確保 只有幾種細胞是可以跳的 但有時候它跳過之後 又跳回頭 有些是會倒轉走 就是倒轉讀的 由後面Z那邊開始讀上來 有些是A讀到Z那邊 大多數就是這樣 但是是逐頁鉗的 好了 如果你加了維他命 加了一些紅燈 那些東西 你就可以令到速度快 紅燈 紅燈就是這個 這個是紅燈 軟紅外線 沒錯 應該戴著眼鏡 紅燈 那就會好一點 你說起這些 很多人都會說 你有沒有紅燈? 有 有很多斬天 有整個東西套進去 都有 整個可以整個人走進去 每一個細胞 你想有些地方生毛 背脊生毛 都可以在後面 晒進來 有這樣的燈 其實真的有幫助嗎? 有 但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是這麼多種燈裡面 紅燈才有這個功效 還有軟紅外線 但如果你的營養不足 如果你的成分不好 它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在其他地方 其他頭髮的地方 拿出來 甚至在鬚的位置 架底的位置 有些人說不要緊 架底是想剃的 如果架底白色 頭髮黑色就沒事 但你的照片 就是這樣 你脫了架底毛 就衝上頭髮 很多人都願意 對 但是問題就是 溝通的問題 架底在這些位置 要溝通到照片上面 一邊傳指 續頁掀的時候 它會不會傳錯呢? 會不會解釋錯了 就說不是 講一下 就說原來是想 全部的頭髮變成白色 架底就變成黑色 很容易就傳錯 因為它斷的時候 是頭髮向白 好了 講遺傳這個問題 白向黑 你想去 它想的 它想 它想 黑向白 它想的 身體 會維持 因為頭髮是犧牲的 最重要是保住心臟 保住肝 保住心境 保住心境 起碼是開心 你寧願全部白色 開心 都比你黑色 不開心 但很多人都說 我寧願要你 不要命 我寧願要黑頭髮 我寧願不開心 但身體不是這樣 剛剛是調轉的 所以 平時的身體 是行這個數據 我用這個紅色筆 行這個delta s 就是越來越亂 但你想好 你想好 其實要調轉 差不多要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超人 你要用一個超人的方法 就要用一些超能力的方法 超能力就是一個紅燈 但一定要適合營養 好了 很快去說一下 吃些什麼 對 我先抄下 如果你不夠銅 你知道銅是甚麼嗎? 你不夠銅 就不用想著頭髮好 對 銅 所以你煮東西吃 我用銅 用銅煲 銅煲 對 銅煲 銅煲 對 沒錯 用銅煲是好的 是啊 真的好 外國人 意大利人 那些 不是很喜歡用銅煲 是啊 真的好東西 但對頭髮好才重要 因為現在的主題是講頭髮 所以 對這兩顆細胞 只有兩顆 你想想 這麼多細胞 我給大家看個比例 可能有三顆都不定 但是呢 其實那個比例就是很多其他 只有這麼少 這個是上色素給頭髮 如果它有什麼問題 它不夠銅的 不開心 或者它死了 那就死了 死剩半 你很不開心 你很不開心 然後呢 然後呢 千萬不要不開心 你知不知道 白頭髮的質地和黑頭髮都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硬一點 就是硬一點 或者軟一點 總之它沒有以前那麼好的 或者薄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些研究 到了2050年才知道 究竟為什麼 但是呢 跟它很有關 它有什麼事 這兩顆細胞有什麼事 基本上 這條頭髮都很難保得 所以你無論我 真的要保住那兩顆細胞 是的 保住那兩顆細胞 我怎樣保住它呢 剛才你說了 銅 對它有用 但是我們不能過量 又不能過量 沒錯 那怎麼辦呢 就是用銅波 不能經常用 還有一個 你要幫忙 科技的翻譯 你又要用 Selenium 我也不是讀CAM的 我也是 你讀文科 我讀文科 我讀文科 提劑 你說吧 Selenium Selenium S-E-L-E-N-I-U-M Selenium 你做什麼 這個呢 又是它吃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 Melanocytes需要的東西 所以Selenium 和Copper 是很需要的 很需要的 如果它不夠這兩種礦物 基本上它會有些問題 但是 但是這些 這些算不算是重金屬來的 這些是 什麼叫重金屬呢 我不知道 因為你經常說 很多金屬就是沒有 重金屬就叫做Heavy Metal 才是重金屬 它又不算是Heavy Metal 我想知道 這些Selenium 在哪裡拿出來 這麼像那些做 就立刻搞定 一個地方搞定 每天吃兩粒 一粒至兩粒 就是巴西建國 巴西建國 就是有Selenium 為什麼吃一次兩粒 就好笑 不是好笑 吃三粒就是 剛剛 就快過 就是三粒以上 就是過濾的了 就是吃兩粒 哇 糟了 你知不知道 是不是在它回來呢 因為 有吃的 是啊 我當零食 糟了 你當零食 不要啊 我們不用再錄音 因為 你不可以多吃三粒 是啊 它沒有告訴我 沒有告訴我 它吃這麼少的 是啊 買回來的那些 當然 因為它是Nut 它好像果仁 那樣的嘛 什麼時候告訴我 我吃果仁會過量的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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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粒 是嗎 嘩 記得它 這個 我連這個字 讀都不會讀 Selenium的中文 石字片做過西字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讀 告訴我 現在沒有Live 你要等 是啊 是啊 剛才說了 巴西堅果是可以的 是的 而且大家用銅 銅 銅怎麼為之過量呢 我用銅鍋煮食 一天煮一次 一個星期煮一次 銅鍋是否會令我過量銅呢 它不會那麼容易脫銅 所以銅鍋基本上都不會過量的 你用銅鍋會有少少的接觸 然後你巴西堅果本身有銅 雖然它沒有Selenium那麼多 但是它有每兩粒就夠你半天 即是一天裡面半的 在銅裡面都會找到 好 還有什麼會令它很有問題 就是EDC 食煙會影響它的 食煙會影響它的 另外就是Aging也會影響它的 壓力也會影響它 很明顯 人們一惹百發 是的 B3其實對它不是十分好的 B3 B3 那維他命B杂裡面有沒有B3 有 它叫做B杂 所以如果你想頭髮好 只是頭髮 我不是說其他B3有B3的用途 但是它對頭髮 這裡需要B6和B12 B6和B12 OK 是的 那兩隻 其他那些 不要搞其他那些 因為你要提升B6和B12 才會對它好的 所以對那兩顆 那兩顆好 是吧 它是上色的 它是用來上色的 OK 那種上色細胞 或者叫做Melanocine 就是這裡 那你會看到 血管其實離開這條髮根 這條髮根 這條髮根 這條髮根很遠 其實我們放大了 在頭上很多血管 但是它在脂肪下面 脂肪下面 這樣去的 所以平時這些脂肪 為何畫了圓圓的脂肪 在第三層裡面 這些脂肪 不好的脂肪 或者吃了一些 益的油 它就會藏在這個位置 這叫做Spacious Grain 就是出油的 出油上去的 那如果你的油不好 就好像脫頭髮 這些油份不漂亮 就會脫頭髮 壓力也會脫頭髮 剛才說的 最怕它變白 但萬一沒有變白之前 就乾了 脫了一塊 然後就沒有頭髮 很稀的看下去 這些是跟油份很有關 在這個脂肪的底層裡面 又是不太慢的 你知道嗎 你要什麼時候 你一個人就想瘦 你什麼時候脂肪 才可以和你更好 所以好的脂肪就是Omega-3 但是一定要野生魚油 Omega-3 才會有這些特別的成分 對於脂肪 對於頭髮 如果是Flex Seed 也有Omega-3 但是不同的 所以 Omega-3其實也有分 Omega-3 你意思是 因為Flex Seed 都是Omega-3 魚油是Omega-3 或者是 很多不同的 KL油油 都有Omega-3 其實Omega-3是 整個家庭是很大的 對 所以你想想 你見到Vindy Chan 但我很肯定 有另一個Vindy 有另一個聖層 所以Omega-3 是很闊的 好像維他命C 有人以前就這樣說 維他命C 但其實維他命C 又是橙做的 還是西柚做的 一集一定要和你討論維他命C 維他命C 你不要想著名字 你知不知道 香港都有幾個Gordon Chiu 我相信有很多個 對 但不是每個都一樣的 變成這個 我給大家明白一下 那個概念 你不要想著 一模一樣的名字 或者叫Omega-3 就是Omega-3 還有次序 次序很重要的 譬如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講講次序 如果我跟女生說 我喜歡你 嗯 嗯 但我從來沒見過她 大家剛剛見面 剛剛碰到 就說喜歡你 很嚇唆人 大多數機會成功率是很低的 一個次序的問題 反過來 如果你是跟她 有了朋友交情 幫過她 做一些事情 然後你說 這樣就容易入口 反過來拿另一種文字 容易入口 容易入手 哈哈 因為我快想說什麼 因為我那些三歲小孩子 是廣東話 我那些什麼叫二入口 就是想說 吃甜品 如果你未吃主題 就吃甜品 可以嗎 間中也可以 其實 可以的 間中也可以的 但特別是你做甜品 全日吃都可以 哈哈 但如果你調轉次序 很多時候 那個感覺 吃甜品 只是吃甜品 但甜品煎之後晚飯 之後喝湯 剛剛調轉了 每天這樣做會不會有問題出現 有沒有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個人喜好 可能有些人真的會這樣 但是正常 現在普遍人的口味 或者吃的次序 就不是這樣 是的 我們所知道是這樣 但是我們怎麼知道 以前的人 剛剛就是調轉 出了一些事 然後傳了 忘了說給我們聽 然後就發生這些事 你要知道 其次序很重要 如果加減乘除 你學了成 才學加減乘 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會有些問題 ABCD 你只要學前面 ABCD 全部其他不學 會怎樣 可能會有些問題 所以 次序是很重要 剛才我說 Curper和Selenium的次序 還有維他命B6 和B12的次序 這些是很重要的 先做了 然後呢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用一些 好一點的洗流水 就是沒有Paraben的 沒有Paraben的洗流水 那就對它好一點 但是萬一 我不是記了一份東西給你看的 就是說 你阿嬤吃了什麼東西 其實都影響了你 三代之前吃的東西 這些叫EDC 他們發覺就是影響了荷爾蒙 所以 影響 她吃的東西 影響了你的荷爾蒙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才明白 原來有些叫ATRAZINE ATRAZINE ATRAZINE 這個農藥 是可以傳過幾代 傳過幾代 可以留在身體 對 有些人的反應 身體的反應 是要幾代之後 才叫做拿債 叫做還債 差不多要付回 因為 那就糟糕了 現在想生孩子的人 就要問回 阿爺阿嬤 其實做錯了什麼事 其實阿爺阿嬤 那時候沒有什麼錯 因為那時候的農藥 沒有那麼高 雖然她有接觸過 雖然她有的 但是沒有那麼多 現在那一代 才要很小心 因為之後那三代 那個問題 就是很大 好了 會影響到什麼 例如 頭髮就是一件事 但是你想想 整個腦部 很多脂肪 為什麼Omega-3 這麼重要 因為你如果沒有 好過Omega-3 你就去擺 這些礦物膜 裡面 如果有人問過 如果你所有東西都不吃 沒有錢吃 只可以做一件事 當然買個銅煲 借銅煲 巴斯堅果太貴 銅煲 第二件事 就是一定要Omega-3 野生的魚油 其他全部不吃都不重要 因為蔬菜都有B6和B12 就是KAL 那些有的 不過 它不夠集中 所以我才需要 去針對頭髮 好了 當你設定這些東西 油份夠好 還有 黑胡椒油 又是它 那些之後 黑胡椒油 它的位置是怎樣 剛才是 我們有1、2、3、4 是嗎 銅煲 巴西堅果 巴西堅果 Omega-3 Omega-3 野生 因為如果你不是野生 你就會把農藥都放進去 Dr. Chiu 你不停地在我們的直播 就是我們節目裡說 Omega-3要野生 野生 野生 好多好多人找我 問我 在哪裏買 還有哪一種好 有些人 在iHub那裏問我哪一種好些 哇 真的 因為其實為什麼 我們香港買的魚油呢 我有出去做過研究 我有去過幾個連鎖店那裏買 也看過 有野生的三文魚 但他沒有提到 沒有告訴我們是哪裏的三文魚 有野生的三文魚 有野生的三文魚 有野生的魚油 但沒有說是三文魚 你明白嗎 實際上 我明白大家 真的覺得很難找 有些人說是魚油園 但沒有說到野生 哇 真是臨臨種種 臨臨種種 實在太厲害了 那 終於他們又怎樣呢 他們就拜託我 就問我 可不可以找你 就介紹一兩隻 就是你那邊的 但是我上次跟你說過 但你都說 因為實在真的很多 如果真的要好好的 你就要找阿拉斯加那邊那些 大家如果可以找到的 就自己找 那當然 都還沒有找給我 因為我都沒有 現在我正在吃的那些 就是野生的 Persific Persific 可以嗎 不是那麼好 因為你看到日本 還有其他地方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自己都 好 我會再努力找 我待會再跟你聊一聊 你什麼時候可以找到給我 不是的 你如果找 我們做到之後 你做一些食品 就不用整天吃的丸 但問題是你先找到給我 先找到先 我已經找了很多個星期了 我都說了 如果不是因為你 我都不會畫這個圖 這個是二十年前 讀醫學才會畫的 這些怎麼會現在畫 還有你同行辦 你不會講到這些東西 所以變成 這個是因為你了 因為你這個圖送給你 好了 講到前後 B6和12 跟著就是三文魚油 跟著呢 跟著呢 跟著 那個Black Cuman 跟著 Black Cuman Black Cuman Seed Oil 你看過這件事 我和你講過 這件事 很難吃的 我沒吃過 我每天都在吃的 我每天都在吃的 很難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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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又不是很難吃 它很激 你又說 很難吃 因為難吃的比例 你看 譬如你最難吃的東西 就是這隻 你當然會覺得很難吃 對 有更難吃 我吃過的很難吃 更難吃 也吃過 但是這隻是有少許苦味的 但是它是油的 而且它不是很稀的油 就是 葡萄油不是稀的 好像椰子油 就是 不是 不是 輕熱了那種 是說它比較濃的 那時候 冷的那時候 當放進口裡 又苦 又油漿 然後這樣的感覺 剛才你說給我聽 爺爺沙蜜 那個巴西經果 就是吃兩粒而已 那這個 黑茴香子人 不是 黑茴香子人 真的厲害 這個 我應該要吃多少 我說我每天 我做男士 我每天就吃一斤 一個湯匙 哇 你說這麼難吃 一湯匙怎麼吃 有沒有軟的 軟好些 我通常都不吃軟 我也知道 因為我自己可以 我也是 因為我不想那些膠囊 那些食物 但是如果要吃軟 我就選 我就會選 薑菇 但又是那個問題 就是它用了什麼 薑菇 那些軟的膠囊 又不是自然 你說到這麼仔細 就很難說 我想知道這個 黑茴香子油 除了這個 可以幫我頭髮的功效 還有什麼用 你可以塗上去 其他那些 不可以塗上去 還有可以混淆 吃了我肚子之後 除了頭髮好重 是對什麼好 它令到細胞的生存代謝 強了 肩強了 變成頭髮 很多人留意到 你塗上那隻油 你會看到 你會發覺 這些頭髮厚度 厚度 多了 多了 如果厚度多了 但你不夠資源 你想想 多可怕 現在它扯資源 你不夠銅 你不夠銅 塗上去 然後 它現在變成一條 很厚的白髮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 要抄下 好 此序 此序很重要 此純粹 此純粹是說頭髮 現在可以護住你的頭髮 剛才是說白頭髮 可以用了這個方法 先說黑胡麻油 千萬不要做些什麼 不要塗耳朵在孔裏面 不要塗鼻孔裏面 為什麼呢 鼻毛會比較厚 真的不要塗在那些位置 說不出話 這件事會有人塗在鼻孔裏面 你不要說 你不知道 因為說了它這麼好 那些人會想 嘩 它的鼻孔 可能塗一下也好 不要塗 塗完之後 不要塗鼻孔裏面 不要塗耳朵 不要塗耳朵 否則真的會出事 如果它長得這麼厲害 我能塗到眼瘤模式 可以嗎 我不知道它的油 可不可以接觸眼睛 因為有時候 人們抽油的採取 可能它有些氧化 你不知道它抽得好不好 其實本身它的油沒有東西 就是Milthicel Milthicel 也是很好 但你不知道它怎麼抽出來 如果它抽出來 裡面有藥物 那就變成你擦 我也是 再跟你說一次 我是找不到Milthicel 那個油 真的找不到 你真的要幫我找 我已經有個列列 有幾個朋友的節目 是要團購的了 是 看看怎樣可以寄給我 可以嗎 好 等下我們全部 遲些打完疫苗之後 那個人就來 團過來住 不是 我是想你寄給我 我不是想過來 我回來 我馬上飛過來 然後拿給你 那裡 整個 我會做的 好 你想想 我剛才說的毒素 就是阿嬤那一代 你怎麼搞 難道等死嗎 不是 你可以 剛才說Milthicel 它會令到肝出多些 Bio 或者膽汁 然後你的膽要好 再加一些膽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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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Milthicel 又會令它抗氧化 如果你真的接觸了很多ADC 影響到你 譬如集中不了 或者頭髮有問題 或者荷爾蒙有問題 所以頭髮有問題 很多這些 這些次序 Milthicel 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針對肝去新陳代謝 這就是Milthicel 所以 上兩集我們就說了 就是要蒲菊鷹加上Milthicel 這個 是嗎 我們對肝那裡好 但是 拆開話題 先不要說頭髮 講一下Milthicel 我開始了蒲菊鷹的醬汁 一瓶喝了 已經是 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是他 我發現背部是長了 就是有些位置很粗 一向沒有的 是很粗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是部分位置 是發現了 我相信是喝了之後 我發現了 然後 我不知道是否 叫做排毒 我真的不知道 皮膚是一個排毒 皮膚是一個排毒 絕對是一個排毒 不過你未必想他排的那個位置 幸好他不是排在臉上 對 排在臉上 但是是可以的 通常有暗瘡的人 他們會排在臉上 所以黑菊鷹的油 亦對暗瘡也好 但是還有一件很有用 就是黑菊鷹配搭 一個叫做黑加輪子油 黑加輪子油 找死人嗎 真的 你說了油 他們就會問我 是的 OK 寫一問他 你意思是配搭 茶還是食 黑加輪子油 黑加輪子油 是吃的 是口服的 OK 那我吃黑加輪子可以嗎 黑加輪子 就像你上次說 你找到在香港的 臉上是甜的 如果是甜就不好了 最重要是 新鮮的 黑加輪子油 是甜的 酸酸的 天然的甜沒有問題 但有時候是酸的 有時候會酸的 但你不要加 不要吃那些有果糖 或者高酸酸酸酸酸 就是粟米糖 就是另加 全部要備 對 好了 你剛才說了 黑加輪子油 加上黑茴香子油 嗯 怎樣加法 怎樣吃法 怎樣加法 怎樣吃法 我不會是吃一個湯匙 你不要吃很多東西 對 我每天都吃很多東西 所以 我吃了很多東西很多年 我都是這樣 你真的吃很多東西 對 對 我拍那張照片 我整個櫃 難怪你的桌頭 整個櫃都是這些東西 對 我真的很喜歡這些東西 譬如 因為這些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這些東西 譬如 你那些 就是 因為我的女兒現在懂得製 我的女兒現在懂得製 那些 就是 叫什麼 那些 腸粉 有時候 那些腸粉 我們會拌一些油在上面 鬼難食 你說給我聽 苦 是啊 但是 但是 你加一些辣汁 就不說了 不是 不說了 或者你混些橄欖油 我的女兒現在已經是 她不介意這些 唯一 我自己個人這個實驗 從來沒試過 從一歲 兩歲 吃開 她們有 她們吃開的 她們有接觸這些野生魚油 變了 就是 越早點吃 她們都看到 為何她的父母沒有白頭髮 這樣問我 為何我沒有白頭髮 我不知道 我沒有白頭髮 我沒有白頭髮 我沒有 我們都讀了Medicine 我知道 那個anatomy 我知道 這裏是脂肪 這裏是脂肪 這裏下面是什麽 除了底層 就是黏住骨 這裏是骨 頭骨 所以脂肪 這層脂肪 很重要 如果你吃了朱古力 在裏面 它的油是不好的 它就會排在哪裏呢 哪裏是會出油 譬如運動 sweat gland 在這裏 粉紅色這裏 它不是在這裏出來的 這些是油分 在頭髮走出來 這個是在這裏 你看到這裏有個縫位 縫位 現在因為疫情 每個人都很留意 很容易就走些菌 例如你去洗頭 手指甲 不乾淨 或者洗過一個不好 頭有病的人 然後在你的頭上勾 千萬不要給它 勾 你說不用勾 我在香港也住過 他們很喜歡 勾不勾 不勾 千萬不要勾 最好你戴上手道才洗頭 就是這樣 因為很容易有些菌 入了裏面 很容易有些菌 入了裏面 這個 入了菌就麻煩了 入了菌 就全部在這裏弄 這裏弄 譬如頭皮 不要小看 頭皮是一隻菌 或者頭瘡 有時候 刪了些東西 它就會搞到 濕疹的人 牛皮癬的人 這裏很容易藏 菌 金黃葡萄菌 其他東西 你想想這兩個細胞 叫melendocytes 很容易被它影響了 嗯 很容易影響了 有些很有殺生命力的洗頭水 或者一些膏 可以塗上去 但又很容易影響這些細胞 霧梅菌 也很影響白頭髮 如果你住在一個地方 很多濕氣 很大股毛菌 你看到這些 發毛 通常那些人 也是很容易有白頭髮 因為它 它不夠抗氧化 還有這隻抗氧化 這隻東西的抗氧化不同 你平時吃開 你說吃開那些 比如我剛才說 Milk Thistle Milk Thistle的抗氧化 不適合它吃 是對肝好 它不是吃Milk Thistle抗氧化 那你說 吃維他命C也是抗氧化 又不適合它吃 它不是吃維他命C 他吃一種抗氧化 我告訴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 Celenium和Copper 對它來說 Celenium和Copper 是一種抗氧化 對它來說 所以它適合吃 那樣東西 還有洗頭水 最好洗頭水 有些Biotin在裡面 Biotin也是對頭髮好 通常人們吃下去 但吃下去 你要很長時間 上面塗Biotin 它對它的Colagen 以及Curatin 這裏有些蛋白質是Curatin 它對它好 但最重要是油不好 我剛才講次序 如果油不好 油不好 所以走出油份 是不好的 油了這裏 又會影響它 你給多少抗氧化 它都不會吃 最重要是油份 全部的配搭很重要 你千萬不要油踩 油踩 油踩 車子就會彎 最重要是整個配搭 所以說到頭髮和皮膚 為何這麼巧合 就是這麼難 一個好像最難的東西 因為它是排毒的器官 身體裡面排毒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病 你排毒的時候 第一 那段時間不會漂亮 第二 就是 如果你不排毒 你遲些又會不漂亮 有這個問題 如果排毒 那次序排錯了 它又會塞車 它會塞住位置 會發炎 還有就是 如果有其他細菌 人生這麼長 隨時都會有些細菌 又是一個問題 有些人 有這個叫做 Chickenpox 即是水痘 水痘的過程 在頭上生出來 在臉上有 但有些人在頭髮都有 有些怪的 有些人被蚊咬了 在頭上被蚊咬了之後 在那裡發炎 有些人有暗瘡在頭上 從暗瘡開始之後 就弄到頭髮 很多這些 其他 為何要說其他 那些個案 因為那些個案 才會令我們有問題 因為很簡單 你這裏封了 頭髮出不來 它會倒生在裏面 就已經弄到這裏全部腫了 你知道倒生 比如家底毛也會這樣 腳毛也會這樣 頭髮也會這樣 我又想問一問 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保養頭髮 這個可以令到我們已經是白頭髮 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令到它慢慢變回 變回健康的頭髮 還是白了便沒有 白了便是白了 是怎樣的呢 我親眼和親身經歷過 白頭髮可以變回黑頭髮 是病人 我自己沒有的 但是這些 這些個案 就是好看它這裏 這些細胞還可以 如果它弄了便沒有 但是如果它還在這裏 即是還可以救 對 所以為何中國人裏面 傳說了 就是吃黑芝麻 有這樣的功效 其實可以不可以 當然有功效 因為我是科技師 所以我覺得其他人說的 我都會聽的 我不是代表我會相信 但是如果很多人 和很長時間說 我會用一件事 就是我去看看是甚麼事 即是我想知道是甚麼事 他們發覺黑芝麻 又是含有成份 對於這隻Melenocytes 所以它的Minerals多 所以任何seed的東西 為何巴西堅果是一種seed 是一種Nuts 它全部seed的東西 對Melenocytes是特別好 不過巴西堅果 特別提升那個Selenium 它最高是它 所以才這樣 你不可以吃那麼多 否則會中毒 所以 你如果想Selenium快的 你就吃巴西堅果 即時去那裏 即時去那裏 巴西堅果的Selenium高度 一般的蜜蜂 都不可以對它採蜜 它要是一種特別的蜜蜂 才可以與它採蜜 所以人做不到巴西堅果 連巴西堅果都不可以 拿巴西堅果去別的地方 即是人養 人養不到 因為那些蜜蜂不肯去那些地方 所以 即是那種蜂 不是蜜蜂 但是那種蜂 那種蜂只肯去 跟那隻樹 那種溝通 因為它Selenium高 所以我們人類 知道了這件事 知道了這些用途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配搭 去處理問題 處理問題 那我剛才說 是 你問 我又想問 很多問題 白頭髮有機會有救 如果是脫頭髮 譬如 因為很多女士 她不是脫光頭髮 她是頭頂的位置很薄 即是她經常生來生去 頭頂位很薄 旁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是頭頂位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即是 很多人都說 沒有什麼壓力 為什麼會這樣呢 用很多方法 不同的方法去保養 但也沒有辦法 只是脫頭頂的位置 她的頭頂位很薄 有些很年輕也是這樣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EQ很高 EQ高 是 脫光頭髮 但是她的EQ很高 很薄 所以有壓力 你也會當作沒有問題 沒有啊 沒有事啊 不過你看她的時候 肯定有事 因為這樣看下去 沒有頭髮薄了 其實她的EQ高 EQ高是否真的好事 反而EQ低的人 叫救命 不行 不可以 她全部放高了 然後她的EQ高 然後她的EQ高 都照顧著 然後她的EQ高 然後她的EQ高 然後她一直都照顧著 然後她的EQ高 她的EQ高的人 她的EQ高的人 她們未必是靚的 你看下去 她們已經弄到自己犧牲了很多事情 反而漂亮的呢 所以就有港女出現,你的EQ比較低 脾氣大,寧願化在你身上,你跟她搞定 變成有根據的,真的 所以變成一個人上了年紀之後 就會有多點智慧、智慧,就會看化了 但是如果是散在皮膚上,就是一個問題 很多人上了年紀之後,就不是散在皮膚那麼簡單 散在裡面的身體,即是穀住,變成血壓高了 你當然不要儲存這些情感的垃圾 因為其實他們會製造,其中一種EDC 剛才說了農藥,很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自製EDC EDC,就好像Omega-3 Omega-3很闊 EDC就叫做 Endocrine 即是荷爾蒙 Distrupting Compound 即是它會影響到你的荷爾蒙 本身要去那個位置 現在去不到那個位置了 上一集就說 Uterine Fibroids 又說Uterine 又說Memory Gland 又說有很多Receptor 如果你自製的東西的時候 它塞在那個位置 身體當有Protectual Perth 第21日,第14日,第7日 你會發覺,已經不行了 身體根本去不到 溝通的問題去不到 你記不記得 你的手提電話 你不是寫一些字 按一些按鈕 全部會自動去嗎 你知道嗎 你手提電話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0和1 1和1 1,0,0,1 但是你知道這裡是2to the zero 2to the 1 2to the 2 2to the 3 是什麼來的呢 這些很複雜 你又來了 2to the 0 任何數據去到0 就是代表1 2to the 1就是代表2 2to the 4就是4 2to the 3就是8 好了 如果我要跟你溝通 如果我是電腦溝通 手提電話和手提電話溝通 我要寫一個數據是10出來的 那我就要有一個 我要這裡 這裡是燈 有一個8 因為這是第四個數字 這裡是燈 然後要什麼呢 這裡是燈兩支燈 那就有10 因為這裡有8 再加2 但是我們平時 什麼叫做10呢 就是8加2 5加5 就是我們做的數據就是 用手指 這叫做unitary 數手指 數手指 背了之後就認識了 但是電腦不是這樣溝通的 電腦是要去到第四個數字 才是2到3 才是8 這些叫做binary 是電腦和電腦溝通 細胞和細胞溝通 就比這樣更複雜很多 我剛才說是畜頁掀的 所以如果掀一頁 你跟他講其他東西 你跟他說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他現在忘記了自己掀一頁 全部忘記了 做了其他東西 你看 我剛才說手提電話好像很複雜 說細胞的複雜性 就是現在你無端端放夠壓力 他就去做其他東西 他做其他東西 他未必會回來 你整個皇宮裡面有很多東西 所以你騷擾了他 他就可能跳標了 可能不知道自己讀到哪一頁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除了這樣 他有時候會變了質 他會去做其他東西之後不回來 或者跟另一個細胞溝通了之後不回來 如果他不回來 如果他是普通下面的小桌子沒事 你都可以製造多些 但我忘記了 你用資源來製造細胞 你又把你的資源拋走 但如果他是一個媽媽的細胞 變成他不回來 下面的細胞沒有東西吃 你知道我的博士是讀什麼 就是讀細胞和細胞溝通 比剛才的電腦、人等等複雜很多 我一早就已經看到 就是所有EQ高的人 他們其實自己拿走了營養來頂住EQ 其實香港就講了EQ很多年了 那時候他們沒有講到這件事 現在你說到脫頭髮 我就可以趁這個機會 講講EQ的問題 其實我的EQ都不是低的 那就大件事了 我不會亂發脾氣 那就大件事了 亂發脾氣不是一個問題 我現在跟小朋友溝通 我以後會多些發脾氣的了 OK 不是 因為真的有這個 就是你自己 其實 首先頂得上你的脾氣的人 就是等於真是你的朋友 如果你是假的朋友 如果你是假的朋友 以後我會在你發脾氣裡 你記住他說他的話 可以的 不是真的 你想想剛才我們想不到 你想不到那裏 就想不到Facebook Line 都有點猛猛的 這些是好事來的 因為其實你想你的朋友好 你任由他發脾氣 你明白了 他會甩頭髮 他會甩頭髮薄 好了 死罪 也是吃的東西 你想想發脾氣的人 或者不發脾氣的人 EQ的人 他會不會 真的去愛惜自己 還是他覺得EQ很重要 他現在 好了 他有事化沒事 我不是 我們想一下 Medicine是什麼 是小事化大 所有醫學界 你想想如果反過來 你來找我 我就說 沒有啊 有什麼大件事 甩頭髮 我不是 我整個職業就是要 所有的小事化大 我要當到每一個女士 來找我 每一個病人來找我 都要當他是皇帝和公主 如果不是就斬頭 就是這樣一個角度 因為是high priority 我每次都是high priority 但是現在反過來 EQ高的人 就是low priority 就是所有事情都不用擔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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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很擔心 因為 如果你不理會頭髮 他脫開的時候 他會一直的momentum 會增加 另外一個方法 我很喜歡寫下的 就是這條方法 就是p等於mv 很多人就會 這個就是mess 有幾大件事 然後速度有幾快 這個就是v 這個在physics裡面說的 但是 這個越大 這個就不需要很大 去動到整件事 那當然 如果這個又大 這個又大 就很重要 但是如果說 如果這個是25 這個是25 這個就是1 如果這個是25 這個就是1 總之兩個成 就是等於25 所以如果那個mess 就是問題 如果那個問題已經很大 日積月累很大 那你只要推一推它 那就脫 一路脫 一路脫 那為什麼我做這麼多事情 都還未停 它繼續脫 那好了 你知道人通常 會有很多問題 就是他會試很多東西 就是不要等了 試了 那剛才說的次序 次序一床 你都試 細胞的溝通又亂 然後它又不回來 然後還有 即是錯了所有的東西 然後你還要一直老下去 你想著每一年老一次 其實你每天都老 幾千秒的 幾千秒的老下去 然後一直老下去 其實有些秒數沒問題 是好緊的 但是有些秒數是一直老 沒有辦法的 因為只有這麼多資源 那你可能有撞到碰到 或者激到 很多這些東西 還有 很差的 腸胃不是你自己的 腸胃有益菌在裡面 那些腸胃的益菌 是影響著你想什麼 那他就會說 還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吃點甜品 吃巧克力 為什麼要吃巧克力呢 但是你有一次說 吃巧克力是好 黑巧克力是好的 是 黑巧克力是好 不是白 又不是奶 黑巧克力 越黑越是沒有糖味的 甜份的朱古力 那些很多人都會說 那些不是朱古力 很難吃 100%那些 是吧 80%也算 80%也算 80%不可以 你去到90% 95% 100%那些 那些就沒有什麼糖分 就是因為糖分 你生成代謝 你記不記得 以前在香港 我記得 有一個叫做孫婆婆 她就住在 你知不知道孫婆婆是誰 我一天三歲就溝通 通常人們會想起小龍女 我就不想起孫婆婆 因為她有些蜂蜜 有些蜂蜜 但是她有一張床 睡在那裡 是冰床 你知道嗎 金融小說裡面 有一個冰床 令到新陳代者慢了 其實金融小說 是一個很特別的 Bio的處理 一張冰床 我們人生裡面沒有冰床睡的 你知不知道 所有在冷的環境裡 那些人的皮膚通常會好一點 當然知道你的皮膚好過 但是你室內有熱 你室內有暖氣 沒錯 所有東西會乾 所以你要懂得去適應 通常回到香港 周圍都會濕透 我的皮膚是會變的 會變更好 沒有現在 其實在美國 我的皮膚是比較差的 在香港的皮膚是比較好 因為夠濕 但是 你說你冷的地方會比較好 我維持了這麼久 是冷的 但當我在香港 住一、兩年、三年 那些皮膚是會好 但是如果我留在香港 久一點 就會開始差 我最後離開香港 那兩年左右 我的皮膚是最差的 人生裡面最差 一年裡面大部份自然時間 就在冷的地方 然後可能回到香港 一、兩個月 那些皮膚就最漂亮了 對吧 我想 我看到的歷史就是這樣 如果你留在香港 因為香港的問題 負面是什麼 是污染 好的什麼 就是濕度夠高 所以它是可以 沒有那麼多巢皮 沒有那麼多這些問題 但是它污染高 所以變得很容易 在毛孔裡面 藏了一些污染 在裡面 影響了這些東西 所以香港人白頭髮 是很大機會多了 因為它污染高 是 回過來 想問一問你 剛才說白頭髮有機會 變黑 就是剛才利用了很多不同的步驟 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做 頭髮變薄 就是 我們的步驟 是否也是一、二、三、四、五、六 也是剛才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一模一樣 不是 不是 那你快點說 你快點說 時間不多了 你快點說 頭髮變薄的步驟是怎樣 那首先 洗頭水Biotin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些膏的 即是一些Cream 塗在頭上 有Biotin在裡面 記得買有Biotin成分的Cream 如果沒有Biotin成分的Hair Cream 通常我都會買一些有Biotin成分的Face Cream 或者Eye Cream 眼霜 或者面霜 塗在頭的位置 有Biotin 記得不要有Pyraben 越是接近眼霜 就會不會塗頭髮的毛孔 糟糕了 丁屎這麼大 都會塗頭髮 真的很貴 你的頭髮現在正在薄 你是特別治療 好 然後 Selenium 放在後面 Omega-3要先塗 Biotin塗上上面 Omega-3要先塗 Biotin是塗上去嗎? 塗上去 OK 先塗上去 先塗上去 全部都講塗 Biotin Biotin Face Cream 或者Eye Cream 總之是non-comedogenic 就是不塗 然後 就是要開始由下面的層 下面的層 這些脂肪上去 Omega-3 牛油果油 和Omega-3 在食物上 牛油果也是 平日吃牛油果 然後 令到這裏好些時候 按的頭 塗上去 記得按的頭 按的頭 按的頭 手累 手累 就叫別人按 如果別人不肯 我都很想 別人不肯 就買一部機 這三個步驟 最沒辦法就是買一部機 令到這些血管 讓它可以在這些位置更多 還有 就是這個山渣 山渣對血管好 不是山渣餅 是山渣 永遠減低糖分 所以山渣餅 如果是甜的 就不要吃山渣餅 OK 好了 有這些次序 剛剛我說的 B6和B12才對 就是頭髮 就是胃這些東西 但是顏色 如果你想血管擴張 那你就吃B3 可以B3嗎 你針對血管 你剛才摸頭髮 所以又要摸 首先 我暫時有這個問題 但我發覺很多女士都會有 所以跟姐妹問一下 是 始序問題 因為現在不是理會這兩顆東西 而是理會這些脂肪 頭髮就坐在這裡 下面有骨 你一定要有這個支撐牙 也有 其實頭髮薄是下面的脂肪下不了 還是什麼會令頭髮薄呢 差不多是問脫牙的問題 上一年多的牙齒會怎樣 有時候有些甘 有時候牙本身被鑄了 有很多原因 你剛才的基礎是起樓 你的基礎要好 要健康 好不是有的 我們以前做解釋 有些人切開它 就發覺裡面是黃色的 黃金感 有些人切開裡面是白色的 有些脂肪 你說得很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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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三歲的小孩 直接說 我切開的人 即是解釋 切開他們的時候 裡面是黃色的 很黃 脂肪是黃色的 有些是白色的 黃色的多毒素 一個死了的人之後 過了身 他願意交屍體 去解釋 做皮膚科 你就要切很多皮 因為我以前做皮膚之前 我是做這些 叫做plastic surgery 令人整容 所以當時要切皮 去看看下面 想不到在下巴這些位置 有點黃色的 即是黃色的 即是它吃得不好 是我之後再配搭這個治療法 才明白 原來這樣 以前沒有想到 但當然戴著手套 即是油分是不同的 感覺是不同的 即是當脂肪是白一點 清晰一點 透明一點 你摸我的手套 是舒服很多的 但如果你是黃金那些 就是脂肪的 即是好像 有些人是耳油 有些人是耳朵 耳朵是粉一點的 是不同的 荷爾蒙的分層 新陳代者就會這樣 好了 所以你就要嘗試 去和你自己 換了這些油分 Omega 3 油油果油 不要吃什麼油 塞鞭 不要吃花生油 不要吃花生 不要吃粟米 不要吃粟米油 差不多集集都說一次 提一提大家 提一提 這次我等到現在才說 所以有人走了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聽到 還有就是 所有維他命C 由橙度製造出來的 就不好吃 但是你知不知道 所有維他命油 由粟米製造出來的 都不可以吃的 是的 你不要想著 我真的沒有吃過 告訴我 是粟米製造出來的維他命C 他有沒有說過 給你聽哪製造 他沒有說 你又不懂得這樣問他 他又不懂得這樣跟你說 你現在的東西 又不會跟你說 他又未必會放在裏面 你問他 大家都覺得 橙的維他命C 當然是好東西 通常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 說回來 剛才提過 大家要吃山楂 還有吃B3 我想說 山楂 我們很幸運 我們有新鮮 怎樣說 製乾些 你那邊可能難找些 我們有乾了的山楂 這些都可以的嗎 這些都可以的嗎 這裏有山楂 山楂是有機的山楂 濃縮了的膏 只是拔出來 又是喝一匙的 在深色的瓶裏面 是有這些東西的 也有山楂的丸 就是用它的粉狀來做 你知不知道 維他命C 剛才說的 橙皮 是用橙皮來做維他命C 因為橙肉 不夠維他命C 所以 維他命C 因此 通常是很有濃藥的成分 所以一定要用沒有濃藥 譬如我做食物 我都會盡量找一些沒有濃藥 或者我們會驗過 它有沒有濃藥在裡面 因為有些人說 不是說你就相信 你說了 你自己也要查清楚 好了 因為時間不是剩下很多 我想先說清楚 因為大家可能未必要明白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為何很多時候 人們脫髮 或者不是脫髮 不要說 他們未必是看到脫髮很多 但頭髮會變薄 通常都是頂的 很少我在旁邊發現 通常都是頂的 為什麼 那些頭有 有一個部分 另外就是 頭髮的質地在這裏上面 好像說 臉皮膚是不同的 不同其他身體的皮膚 比較敏感 所以上面的頭 通常那裏有些油的位置 另外就是染髮的過程 在這裏先塗上 通常它很少在後面塗上 除非它知道怎樣做 但染髮又是 有些化學物的 是會影響到 整個 我還未講到 我只講一些脂肪 我還未講到這邊 這些綠色一點點 這些染髮的過程中 是容易影響到這些細胞 嗯 那這個整個座椎在裏面 是這個髮根 變成它很容易 就會出了問題 出了問題 之後它有時候會關閉了 或者染髮的過程 搞到這裏的 那個 那個 或者你吃的東西 搞到這裏 那這些 就會搞到上面的頭髮 多一點機會 掉了 薄一點 所以可以說 你通常 那些血管 那個位置放在近耳朵 你知道耳朵 如果剪了耳朵 就會流血的 流血的 流血的 可能讀MEDIC的人 就會知道 那這裏上面 那些血管 就沒有這裏那麼多 那些神經線 很多東西 所以這裏上面 比較薄一點 薄一點的 所以它一有問題 它就難好一點的 所以我剛才說的按摩 血管這些位置 在這裏上面 還有 這裏通常小時候 就不觸碰 天靈蓋 天靈蓋這個位置 所以你又不會觸碰它 那麽多 所以那個 那個影響 一影響了 那個MOMENTUM 那個MOMENTUM 一有問題 它就繼續有問題 對 所以你看到的東西 就會看到 咦 這裏好像薄了 但其實發生了什麽事呢 就是那裏很少弄它 很少去護理它 很少去處理它 所以就出現了 所以就出現了 有些人是給錢 去做一些軟紅外線 那些其實 你剛才說 其實都可以做的 是嗎 即是 是有600多個NOM 是有幫助的 但我剛才說的 最重要的是 因為它是基本上的信號 就是說 好了 我們現在就去治療它 治療它 治療這個位置 但如果你沒有資源在這個位置 治療它的時候 它在別的地方扯起來 我最不喜歡就是這樣 即是你打針下去 你還未準備好 那你為何不整好你的身體 然後才做這件事呢 這個東西有功效的 絕對有好處的 但是你不能一次罪錯了 是 有些人發覺 初做可能有效 後來做沒有什麼效 就是這樣 可能是 有些後來做有反效果 更多了 是因為它已經沒有資源 即是沒有補 它不夠資源 那身體就跟你對抗 它死都不生了 對呀 我也是不生了 或者它不理 然後它跟你對抗 身體很奇怪 有些人 就是會發覺 最初的身體跟它很合作 之後 每次你想治療它 你就差不多要告訴它 我不是打算治好你的 然後才騙到身體 暫時性 但是不能騙多少次 當身體真的明白了這件事 它就不會肯的了 那為什麼我們要 即是用雞尾酒的方法呢 就是因為身體 當它被騙了之後 你騙一次 你做一兩次就沒問題 但是做得多 它就知道了 它知道了之後 它就會 要不就是上癮 你不讓它發脾氣 要不就是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你做初一 我做初一 即是它騙不到 對 它做初十五 即是變成男 你一擺營養 它脫掉了幾條 然後洗頭的時候 整個頭髮都掉下來 所以為什麼我叫人 如果他們想明白頭髮 他們傳了他們 脫掉了幾多頭髮的照片 給你看 那你又傳給我看 其實看到 你一定要比較 你之前脫掉頭髮的次序 之後也會照脫的 因為是動力 但是 你現在有沒有脫多了 你要用那個比例 你不要說 還在脫掉 你不是這樣看 你看看 之前 嗯 之後 如果有些人很緊張 頭髮呢 看有幾多條 數幾多條 有幾多條 誰不緊張 頭髮 有頭髮和沒有頭髮 差幾圓 尤其是 男也好女也好 大家都很緊張 頭髮 不然也不用跟你談了 整個小時 都是講頭髮這個問題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我已經跟你談了一個小時 下個星期再跟你談過 另外的主題 但是你記得跟我試試找話 我要野生的三文魚油 還有 看看可不可以幫我看看 那個黑加輪子的油 好嗎 因為真的 我只要聽你說 我也知道香港很難問 真的 好嗎 謝謝你 Dr. Jill 不用 謝謝 拜拜 拜拜